在神奇的2017年,绝地求生游戏横空出之 以有趣的生存游戏风格迅速深受玩家喜爱 随后国内出现众多类型风格的游戏全部大获 而早在神奇的2012年,绝地求生游戏的背景就已经出现 它便是来自动画《警报游戏》 这些区别于它没有98K、M4 里面的玩家只有各种类型的手雷 如果你有兴趣不妨耐心地听听这个不成熟的佳作 到底讲了什么 在日本兴起了一款游戏叫做《伯母游戏》 这款游戏就是用雷达感应到玩家后,用炸弹炸死对方 版本龙胎年龄22岁 现实中的他一事无成,但却是这款游戏的世界级高手 并且还在这个虚拟的游戏中和一个女玩家海木结了婚 版本的家人是一个重组家庭,所以版本非常叛逆 对于继父的话从来没有听过 他的母亲对于这个儿子也是非常的无奈 直到某一天,版本从一个无名的荒岛上醒来 发现身边有一个药包装的几枚定时炸弹 而且足手上象牵着一个绿色的晶片 正当版本好奇这是哪里时 有一个少年从版本后面出现 他的手中拿着炸弹,不顾一切地向版本弄去 看样子是要杀掉自己一样 版本慌忙躲避,突然他意识到自己好像穿越到了你死我王的游戏世界里 于是,版本不得不丢失炸弹,杀死对方 在追逐过程中,版本也管他到对方使用左手上的晶片 该用到自己的位置 于是版本知道左手上的晶片就像游戏里的雷达一样能够找出对方 版本拿起对方的炸弹 他这炸弹是触控室的炸弹 随后,他往生理深处走去,想要逃离这个地方 某时候也晃动,版本用雷达感应到那里有一个人 走近一看,就看到一个大叔正在方便 大叔究竟他自己并不想参与到这个游戏里 希望版本能够放过四季 版本也并不想参与这个游戏 虽然在虚拟世界里他是世界机玩家 但这种发生在现实里,他觉得这无比残酷 于是,柯伦子的小溪边走了下来 版本了解到这个人名叫平叔 就发现自己不记得如何来到这里 于是平叔就给他讲解发生的大容去脉 原来这个曾经里还有众多其他的人 但都是被一群黑衣人所绑架而来的 醒来后,人们都坐在飞机上 而绑架他们的人正是活摸游戏的开发者 在这个荒岛上拥有八个晶片 就能够召唤飞机离开这个荒岛 炸弹内型也是随机分配 平叔的炸弹是最伪式的炸弹 因为版本在飞机上反对开发者定出了游戏规则 被身边的军队拿电机棒,电机头部 所以失去了记忆,两人并不想参与这个游戏 但是为了生存,他们二人还是联合起来 女玩家海慕也被带到这个荒岛上 海慕这个名字只是虚拟又名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日梅子 日梅子也是一名高中生 每天都和其他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 来到这里后,日梅子被三个壮汉所救 他们邀请日梅子和他们联合起来 三个壮汉,一个是教师 另一个是雇佣兵,还有一个胖子 三个壮汉推全日梅子为队长 因为他是女生,在一些细节上 比他们这些大佬爷们会更吸引力 四天行走在四天一间 教师的跌跌不休,让雇佣兵感到很扩造 为了避免暴露他们四人的位置 雇佣兵拿短刀,杀了教师 还驱走了晶片 到了深夜,胖子叫醒日梅子 让他带上食物和炸弹和自己赶快逃走 因为雇佣兵太残暴了 但他们没走多久就被雇佣兵追了上来 他们慌忙过了一架吊桥 用炸弹比特的雇佣兵 咳得安全后,胖子却露出了恶心的面目 原来,他想要侵犯日梅子 为了保护自己,日梅子追踪傻了胖子 并把他丢在河里 可是让他尸体往下游游去 下好被坐在西边的评书和版本看到 于是版本就到上游寻找 结果真的找到了日梅子 但是日梅子的硕子惊吓 再也不相信男人了 所以见到版本后,转身就跑 背头放到只荒岛的有男女脑幼 吉良康妾这个14岁的男孩也在这里 他又是悲惨的童年 但也做出了灵魂发指的罪行 吉良康妾因为不看父亲的暴力而离家出走 被逮捕时,已经有三名女性 因此失去宝贵的生命 吉良的父亲找到律师夏母总医 为自己儿子做辩护 律师夏母依据精神险定的结果 提出了他无罪的主张 最终竟然审核通过 所以夏母律师吉良康妾和他的父亲 也都来到了这个荒岛 荒岛上每天都有飞机投放食物 这天,食物挂在树上 吉良康妾三人也来到此处 吉良的父亲全拿脚踢让吉良快点用他的手雷炸掉树 拿到食物 等拿到食物后 吉良的父亲却并不想把食物平分 三人八生的争执 最后吉良残忍地用炸弹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并丧心并狂地说了一句 活该 还让夏母律师为他辩证 主张他无罪 吉良发狂色的大大笑 让夏母律师觉得他这个人更残暴 便害怕地逃走了 后来的一天 吉良和版本他们相遇 吉良在此前已经摸手出 现在的情况就跟以前玩游戏的情景一样 便不断地追击版本他们 版本一直裸浪 因为他不想参与这个游戏 更不想杀人 但被逼到绝境之时 恍惚间 版本觉得这个游戏还是虚拟的 因为树木烧焦的火 让他并不敢闹烫 所以版本开始反击 他用炸弹炸伤了吉良 可是吉良在地上痛苦的声音 终于让版本玩过神来 也才清楚 这是真实发生的 版本没有杀他 可为了防止吉良恶性伤人 于是 把他的炸弹都给拿走了 再继续走下去 版本再次见到的日梅子 日梅子为了保护自己 拿着电机棒和版本搏斗 在版本揣着日梅子一脚后 日梅子的电棒 颠倒了自己 晕得过去 醒来后的日梅子虽然举怕男人 但还是讲述了自己的如何来到这里 还说在这里的人 都是被熟人指明 要消失的人 原来 日梅子之前在现实中 目睹了自己朋友被人侵犯 为了拯救他们 而逃离现场去报警 虽然事后女孩被救了出来 但是 女孩却无法忘记日梅子逃跑的那一幕 而说出了 你最好 消失吧 这时版本和评书也才开始反省自己 平时想到自己对家人不错 但是和自己合作伙伴却闹得很僵 版本也反省到自己对肌肤大大出手 母亲也对自己很失望 正在三年还在五位砸身时 周边来了许多巨型蜥蜴 版本在对抗巨型蜥蜴之时 让评书保护日梅子先走 因为日梅子被练到 还处于没有力气的状态 为了保护日梅子 评书被蜥咬伤 幸好版本又炸弹下保了蜥蜴 三年来到海边的一个空房子处休息 却被顾佣斌和夏木律师追导了这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 顾佣斌和夏木律师勾结在了一起 顾佣斌割断了手掌 还三样就要把版本拽下了空房子 不过幸好被树枝解除 等他醒来的时候 日梅子已经不见了 版本于是出去寻找日梅子 因为白天的时候 版本看到日梅子的手机上 COSPLAY的照片和在游戏中 自己结婚的女孩是一样的 他说什么也要保护日梅子 随后版本用炸弹炸死了夏木 然后闯进了那种房子 关在房间内找到日梅子 可顾佣斌早在这里埋伏起来 版本不敌顾佣斌 想让日梅子在背后袭击顾佣斌 冰浪掉顾佣斌身上瓦斯的炸弹手环 瓦斯爆炸让顾佣斌面目全非 版本又丢了一个炸弹 让顾佣斌彻底死掉 二人经历了一场 本不该出现在他们年龄的死杀后 才逃了出来 可如今天天色已黑 这样再出去 还没会遇到大量的蜥蜴 随后人准备在这栋房子里过夜 而在半夜 日梅子恍惚间看到一个面目睁獰狼狈的女人 拿着镰刀 日梅子突然惊醒 随后版本和日梅子试图寻找 果然在一旁的废墟里找到了那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一个护士 是上一次的产载者 在自己爱慕的一生打算夺取她的新面时 失去了左臂 因此 未被发现一个人生活在岛上 护士告诫日梅子不要相信别人和积极六颗晶片的考验 此时日梅子随意相信版本 但还是没有把护士告诫自己的话告诉版本 第二天 二人就回到了海边空房子 但却发现房子里多数了一个人 他自称自己是医生 名叫伊达正人 此人正是护士爱慕的医生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再次来到这个荒岛 而他出现在这的真实目的 是杀掉他们取得晶片 再次 离开这个荒岛 在伊达取得版本的新能后 自然准备通行 平叔因为受伤就再次留在这个空房子里 但平叔此时已经太过于害怕版本 会丢下自己独自离开 可版本为了拿到今天投放的食物 只要安抚他而再自离开 在追逐食物的时候 版本遇到中学时 曾经的好朋友芝田信龙 因为芝田抢走了版本安宁的女生后 二人决裂 芝田后来退学做了牛郎 没想到 芝田在荒岛上见面 芝田的手法比版本高明的多 投放的食物箱都被芝田给抢走 医生表面上说没有事 并把自己所生不多的食物拿出来分享 但其实心里 恨不得立刻杀他们 一群美用的东西 而在屋内的瓶书 因为病情感染恶化 所以三人又再次移开瓶书 去护士那里拿药 医生对这座废墟早已轻舍输入 但这梅子从一开始就有了新的医生 所以 到了废墟也没有告诉医生 那女护士的存在 到了废墟门口 为了不让医生起疑 这梅子假如第一次来到这里 而开始奋斗寻找 所以自己绑到护士那里 询问护士去拿抗生素 护士提升带路 指向去抗生素房间的地方 却意外地看到了医生 随后他急忙询问任梅子 一达的炸弹是什么类型的 任梅子如实回答说 是遥控室的 护士警告任梅子 一达准备杀掉他们 正如当初 为了拿去晶片杀掉自己一样 听到此后 任梅子赶紧跑去 通知版本 此时版本已经接过了医生 给了医药箱 听到任梅子的喊话 医生赶紧跑出去 按掉炸弹的遥控 炸弹爆炸了 任梅子以为版本被炸死 而行为一等 呆呆地等着医生杀死自己 可没想到版本却并没有死 因为医生手中是遥控室炸弹 和版本却是触碰室炸弹 双关武器的运用在正面作战 显然是版本暂取优势 所以医生赶紧逃走 跑到自己安装埋伏炸弹的地方 但他想不到的是 版本在来的过程中 找到炸弹病患的位置 炸弹在医生的旁边响起 医生被砸伤了 看透医生的护士冲过来 想要用镰刀杀了医生 但无论如何都瞎不拒手 版本和任梅子拿到抗生素 返回海边的空房子 评书因为害怕和伤口发炎 已经出现了幻觉 为了早日回家和自己的妻额团聚 萌生地想要杀掉任梅子和版本的念头 版本被砸伤了 为了保护版本 任梅子端起了对抗评书的任务 但评书躲在暗处移动不动 雷达根本探测不到 承平的感觉截取炸弹 到最后 评书只剩下一个炸弹而残亡逃走 只是版本也理解评书 为了这样对待自己 就跑上前去 向评书道歉 结果评书就突然遭到西医的围攻 自知惭愧的他 为了给版本他们减少一点压力 并引爆炸弹自杀身亡 只剩下版本和任梅子扼人 虎骨挣扎 想要逃离 这座荒岛 情报游戏其实是一场大情直播 里面的所有人 都是一群被人关上的猴子 几率一直都没有消息 这部作品真的是一部不成熟的假作 因为在题材设定上存吸引 并且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也算是比较清晰 可反观男主的设定就有些败笔 因为好奇的都给观众呈现出一种主角光滑的感觉 也好在男女主的情感描写还算重肯 跟这部作品加分不少 以及在光岛上 配角的人物性格很突出 阴暗 歹毒 邪恶 可乐正因为后期尺度问题考虑 所以在这部作品 能性方面 虽然有些阴暗 但是总感觉 尺度控制的相对严厉 因为这种类似大逃亡类型 人 直居人性 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同时也是不说第二季的一个原因 因为如果想要创新 所有的这个类型只能在尺度的加大 更能吸引观众眼球 但是加大尺度能不能过程又是一个鬼市 特不疼狼 或是少年 一个名人又可爱的 就有青年男孩 如果想完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一下 这对我知人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